Hello大家好,今天来对比一下川华斯卡联名270 最近川华斯卡联名的鞋子都比较火 在我手上这双带有防盗扣,这双是正柄 其余这四双都是fake 等一下我们对比一下fake跟正柄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对比一下第一双 它这个第一双做的是比较假的 它这个7是比较假的 和正柄一对比就有很大的这个色差 还有这个气垫 它这个气垫是比较透明的 而正柄它是有点模糊的感觉 像这种是一眼夹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鞋头这个皮质 它这个鞋头皮质也是有色差的 一对比这个色差是很明显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鞋底与这个鞋头连接这一块 这个fake这一块是非常透明的 而这个正柄它是没有这么透明 一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区别 这双是比较假的 这三双做的是比较好的 等下我们再和正柄对比一下 它也是有存在色差 但是色差不会像第一双这么大 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鞋头这个皮质 它这个鞋头皮质也是存在有一点色差 再看一下它这个气垫 它这个气垫和正柄对比是过于模糊了 几乎是看不见里面 正柄是没有这么模糊了 我们来对比一下最后一双 最后一双它这个色差是非常小的 和正柄对比它这个色差是非常小的 如果不放在一起对比你们是看不出来的 包括它这个斜面的色差也是非常小 右边第一双它这个色差是非常大的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它这个后跟 它这个后跟也是做得非常像 包括它这个提拉蛇 还有上面的刺绣都做得非常像 这个视频对比可能不太明显 图片对比我会发在公众号上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或者找我鉴定这款鞋子都可以 之前都有对比这个热门球鞋 你们可以作为参考 为什么说这款鞋高威 这款鞋高威就高威在它这个中底 做的是比较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中底 这是正品的中底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双fake的中底 这个fake的中底也是做得非常像的 这个刚硬只有两个字 有些正品是没有刚硬的 所以说鉴定师鉴定这个中底是比较难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鞋垫 它这个鞋垫也是比较高威的 你这样对比是有色差 但是这个拍图上去给这个鉴定师看 是看不出来的 包括它这个正面 这个鞋垫背面它也是有色差 以对比也是有色差 鉴定师一般就是看这个鞋垫背面的字幕 还有它这个鞋标也是做得非常逼真的 很难看得出来 所以说它这款鞋是比较高威的 之前也有这个鉴定师发文说这款鞋是比较高威的 有好几批已经过度了 如果你们又到这款鞋怀疑它不是正品 最好去坚定一下